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平时呢我看见特别好看的那个照片啊 我就把它拍摄的地点呢 给存在手机上边 所以呢出来的时候呢就可以看一下 周围有什么能拍的 所以今天刚好就路过这个公园了 从来没来过这 在哈森River旁边 其实我不知道它是还开着吗 已经锁门了 但是反而我已经走进来了 正赶上日落 运气还不错 我公园里边一个人都没有 包场了 现在就我一人 还挺冷 摄影呢其实就是一个非常活气的 有的时候出来不知道能拍到什么 也许什么都拍不到 也许呢可以拍到点自己写的照片 都说不准 今天我这鞋是没法要的 今天就是来拍它的 建于1883年的一个小灯塔 终于告别了之前那个 反折腿的 现在换成了这个 马尔路的XT15 我呢把这中轴给拆了 它本来还是有一根中轴可以生长的 因为我这个三双架呢 它有中轴 所以呢 这个三双架呢 现在就可以拍一些低角度的 更方便一点 这三双架呢 我现在主要就是带着它拍视频用 一会儿架里拍鸡去 去用这个三双架架 拍照之前先捡垃圾 省得回头再屁了 后期的技术不好 咱们就前期补救呗 通常呢我拍摄之前呢 先拍一张黑色的 或者把手放进去 就是想要区分一下前后两组照片 因为我现在在拍摄的呢 是一组对焦包围 为什么要使用对焦包围呢 是因为在某一些场景的时候 我只想用这个光圈来拍摄这个场景 那么有可能是因为这个光圈 是我这个镜头最锐的 也有可能是某些其他的原因 总之我只想使用某一个光圈来拍摄它 比如说我使用的是F16 但是F16它的景身是非常有限的 没有办法覆盖到眼前的这块冰 和最远的这个灯塔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可以采用这个对焦包围 也就是说我先拍一张对焦在这个冰上 然后呢再拍一张对焦到那个远一点的冰上 然后呢这样一点一点往远处直到小灯塔 一共拍摄五张 那么最终呢在电脑里边 将这五张照片合并在一起 成为了最后一张 从前景到远景全都清楚的 这么一张照片 现在呢我想试一下长曝光 看看效果怎么样 先调一下CPL 看一下水面的反光 没啥效果 天空有一点效果 现在用的是64 先抱一个两分钟 看看效果 冬天的水边 哎呀太痛苦 最近都没怎么拍岩石 因为实在太冷了 跟外边都待不了多长时间 拍岩石最少两个小时 差多好了 还有五秒 三 二 一 哎 为什么没转过来呢 其实还能再抱的稍微长一点点 现在是两分钟 嗯 把艾苏提到一百吧 这样它可以再亮一点 再来一张 这个呢就是我说的长曝光的乐趣 很像当年拍摄胶片的时候那种感觉 从按下快门到看到这张照片 中间有一个过程 不像咱们现在呀 这个数码相机玩的太多了 按一下赶紧看看不好再拍 然后再按一下再赶紧看看 其实中间少了一个那种等待和期待的那种乐趣 长曝光就能给您这个乐趣 如果您也喜欢这种感觉的话 其实可以试试 挺有意思的 什么时候其实都能用长曝光 当然夜里别太长曝光啊 等这个太阳落山之后 本来它就是长曝光了 主要这个长曝光就是日落的时候 还有呢就是白天都非常好玩 特别的有意思 我呢就特别迷这个东西 话说到这呢 咱这两分钟的曝光啊 就差都拍好了 恒着来着 又是两分钟 其实呢我还是更喜欢那个树板的高速 您觉得哪一张好 这横板呢我觉得也行 但是我得换个角度 现在这个画面左边这个树呢 有点碍事 走换地儿 忘了给大家看今天带东西了 这个是我的配件小包 气锤子一定得带 其实那个小飞机也都带上去了 但是那个锋利肯定没细了 嗯 二三的定胶呢 其实都是随身带着 然后那个现在用的是四五一百 我还挺喜欢这个胶段的 特别是拍像这样的景的时候呢 超广角就会显得这个灯塔特别的小 那么这种三五或者是八五 拉近一点的这种感觉呢 就会很能凸显中画幅的那种传统里边 还带点现代的那种感觉 看看咱的曝光 还差三分钟 用了一个ND64 六档的剪光玉镜 在日落这会儿 虽然您看我这个挺亮的 但实际上已经挺黑的了 所以用六档的剪光效果呢 其实有点太狠了 三档应该就合适了 但是没关系 就是想要一个超长曝光的效果 而且八分钟随着日落慢慢的落下去 变得更黑 八分钟曝光应该效果 我推测还行 所以一会翻车了 哈哈 八九刚才撕了两包 再前面喝 回见去 回家 好吧 今天就到這了 感謝收看旅行食人小課堂 我是艾迪 下回見 逛片還出來的 下回見